屯門醫院週五公布 院內一個新生嬰兒特別護理病房 爆發呼吸道核包病毒組群感染 6個初生嬰兒受到感染 他們由上週四開始 先後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症狀 經院方測試後 證實他們都感染了呼吸道核包病毒 已經接受隔離治療 其中一個11天大的嬰兒情況危殆 另外一個5個月大的嬰兒女就情況嚴重 其餘嬰兒情況穩定 這種病毒在春夏兩季比較活躍 會導致1歲以下的嬰兒出現肺炎和滋氣管炎 也會引致其他呼吸道疾病 遠方已經將個案情報醫管局和衛生防護中心跟進 並且安排同一間病房裡有病徵的人進行檢測 以及加強病房的消毒和清潔 亦聯絡了確診嬰兒的家人提供協助 亦聯絡了確診嬰兒的家人提供協助